同学们好,欢迎来到今天的语文课堂 他是20世纪最伟大的作家 几乎没有哪个美国人 比他对美国人的感情和态度产生过更大的影响 这是美国第35任总统约翰·肯尼迪对他的评价 我第一次去古巴 专程去了他写作时的战桥边 第二次去古巴 去了他经常写作时的酒吧 点了他爱喝的郎姆配薄荷冰块 我想体验一下 当年他写下那些故事时的精神世界和实地氛围 这是习近平主席的一段演讲词 两位最高国家领导人都给予了他至高的赞誉 同学们猜猜看 他是谁 欧亨利 马克吐温 不对 他是美国著名作家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海明威 今天我们就来学习他的经典之作 中篇小说 老人与海 老人与海这部小说发表于1952年 当年获得美国普利策奖 普利策奖是美国新闻界的最高奖项 现在已经成为全球新闻界的最高奖项 两年后荣获诺贝尔文学奖 我们来了解一下这部剧著的故事更改 请看 海明威 中文界呢 也一致认为老人与海最充分的表现了硬寒精神 什么是硬寒精神呢 我们尝试着用文中的话来诠释它 会是哪一句话呢 不错 就是这一句 你尽可把它消灭掉 可就是打不败它 请同学们读两遍 第二遍 音量提高一点 中读打不败 那么文中是如何表现硬寒精神的呢 老师在这里提供三个思考角度 故事情节 人物形象 表现手法 先来梳理故事情节 老人与海这部小说一共有四章 课文选择的是第四章 正是小说的高潮部分 本文详细描写了老人和鲨鱼五次搏斗的过程 在每一次搏斗中 老人面临着怎样的对手 对手有多少 经用了什么样的武器 结局又如何 请看 第一次搏斗 完成图表 同学们找到了对手吗 不错 就是青山 数量呢 一条 老人借用了什么武器呢 鱼叉 结局怎样呢 青山被杀死 大鱼被吃掉大约四十磅 接下来请看第二次搏斗 请看三山被杀死 过三山被杀死 四十磅 鱼被啊 第二次搏斗的对手 铲笛沙 数量两条武器 绑着刀子的奖 结局 两条铲笛沙被杀死 大鱼被吃掉四分之一 同学们 你们做对了吗 第三次搏斗 对手是铃头沙 数量一条武器绑着刀子的奖 结局 铃头沙被杀死 刀子被折断 我相信大家一定也做对了 第四次搏斗 第四次搏斗的对手是铲笛沙 数量两条武器短棍 结局 两条铲笛沙受重创 大鱼的半个身子被咬烂 请看 第五次搏斗 注意 第五次搏斗中有这样的一句话 他知道一切都完了 我们来归纳一下 对手鲨鱼 数量成群结队 武器棍棒 跺把 奖把 结局呢 大鱼只剩下残骸 老人被打败了 我们来归纳一下 请同学们横向比较 大家发现了什么吗 有没有发现老人的对手越来越多呢 而老人的武器呢 是越来越简陋 老人的战利品 大马鲫鱼呢 是越来越惨 说到这样 可能有同学会说 老师 大鱼只剩下残骸 老人被打败了 这不是硬汉精神的体现呀 老人真的被打败了吗 老师想带领大家 先来了解 老人是在什么情况下 五次与鲨鱼搏斗的 一起来看 这是一位怎样的老人呢 同学们 想一想 你看 作者在形容这个老人的时候 直接用上了形容词 消瘦 憔悴 形容赵文的时候 用了很深的 形容伤疤的时候 用了深深的 再形容鹤板的时候 用了一个动词 蔓延 可见啊 老人的形象是 年老体衰 沧桑憔悴 请看 同学们 试想 老人把妻子的照片取下来之后 老人就不孤单了吗 很显然 依然孤单 这样的表达 这样的描写 是不是有一点点 抽刀淡水 水更流 举杯消愁 愁更愁的意味呢 这真是一位 孤独 无一的老人呢 请看 84天 是什么概念 84天 是近三个月的时长 84次出海 天天出海 天天空手而归 上帝太不倔爱 这个老人了 这真是一位 怎样的老人呢 对了 极其不幸 再看 老人第85次出海 带了什么呢 带了一瓶水 现在呢 两口水 此刻呢 剩下一口半 可见老人出海 条件艰难 处于什么样的 禁地下呢 对了 没有食物的禁地下 再看 给你 我们的一瓶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从来没有 从来没有这样疲乏过 实在 实在痛得厉害 同学们想象一下画面 老人具有什么样的特点 不错 就是身体负伤 筋疲力竭 这个句子是来自文本的开头 我们来做一个假设 同学们 如果老人没有把手泡在咸咸的海水里 没有用盐水来刺激自己的皮肤 老人是什么样的状况呢 对了 神志不清的状况 那么为什么会神志不清呢 联系我们的前文 那是因为他筋疲力竭 以致头昏眼花 神志不清 同学们 你看 老人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 五次与鲨鱼搏斗 怎样的情况呢 年老体衰 孤独无一 极其不幸 没有食物 身负重伤 筋疲力竭 头昏眼花 这不是一般的情况啊 这也不是正常的情况呀 这是艰难的困境 那么在这样的困境之下 老人又要面对什么呢 我们知道 又要面对着鲨鱼的进攻 那么鲨鱼又是怎样的呢 请看 第一个对手 作者在描写青纱的时候连续用来 两个巨大的 巨大的 连续用了三次 那么那么快 那么强健 那么好 还用了一处对比 没有别的任何的敌手 青纱呀青纱 你真是足够的 巨大 凶猛啊 来者不善 我们来看 下一个对手 在描写这个对手的时候呢 作者侧重讲他饥饿的时候 饥饿的时候 他会呈现出怎样的习性呢 咬讲 船舵 会趁海龟睡觉时 咬他们的腿和前肢 甚至没有鱼血的窃味 或者鱼的黏液的游泳的人 他也会咬 同学们对比一下 和前面那个对手 这个具有怎样的特点呢 是的 凶残 事杀 我们再来看 这个对手 作者用了一个比喻器 来形容这个对手 说 像一只奔向猪槽的猪 同学们想象一下画面 奔向猪槽的猪 有什么特点呢 注意哦 是奔向 不是走向哦 对了 他太饿了 这是饥饿的大猎头伤 再来看 我们来关注一下 一块一块的 同学们展开想象 想象画面 咱们是不是好像看到了 大马鲫鱼被一块一块的撕去 我们还听到了撕裂的声音呢 此时的大马鲫鱼 是愣鱼仔哥 对手是团火攻击 四无忌惮 同学们 我们看 老人在年老体衰 孤独 无一极其不幸 没有食物 身负重伤 筋疲力竭 在这些头昏眼花的艰难的困境之下 还要面对着如此强悍的对手 这是什么呀 这是四面楚歌 这是身陷绝境呀 接下来的时间 我们想一想 作者为什么要描绘凶残的鲨鱼呢 同学们 如果我们把凶残的鲨鱼和老人放在一起 大家会发现什么呢 对了 凶残的鲨鱼和老人的处境 刚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那么对比是为了突出谁呢 是为了突出鲨鱼呢 还是突出老人呢 当然是为了突出老人 是为了突出老人的什么特点呢 同学们 想一想 我们同学说 是为了突出老人在面对着鲨鱼时的坚韧 对的 在这一场战役当中啊 双方力量悬殊 敌强 我若在面对鲨鱼的进攻时 老人并没有主动投降 更没有抱头鼠窜 而是在孤军奋战当中 依然保持着惊人的战斗力 直到回到岸边 同学们 从这个角度来讲 老人真的打败了吗 老师认为 老人 虽败 游荣 拥有 多 多 老人 都打败了吗 感谢观看 刚才我们说老人在面对敌人时呈现出来了坚韧决心和勇气 那么在这篇课文当中有哪些语句表现了老人的坚韧勇气和决心呢 最鲜明的呀老师认为当数这一句 同学们说说这是什么描写 很简单这是语言描写 再来看这一个段落 同学们说说看 这一段又是什么描写呢 很简单是动作描写 有哪些动词呢 我们来找一找 扑 打 批 戳 咱们再来看 这个片段 同学们 同学们注意了 像这样以第一人称或者说第三人称来描写人物的意识 描写人物的心理 描写人物的内心事件 这种手法叫内心独白 那么这一段内心独白当中 哪句话最能体现老人的坚韧 勇气 何决心呢 我想同学们肯定很快会认为 我一定要想法去揍死他们 老师也这么认为 我们来对比一下这两个片段 对比之后我们发现 这两个片段都是内心独白 但是有何区别呢 对比之后我们发现 请从人称上去想一想 我们发现啊 第一段用的是他想 而第二段呢 更多的用的是我 我 当然是有区别了 用他第三人称更客观 而用我呢 这种感情显得更强烈 同学们再来看 这一段内心独白 这要是一场梦多好 但愿我没有钓到这条鱼 仍然独自躺在床上的报纸上面 有人说呀 这句话表现了老人的消极情绪 不能体现老人的坚韧 勇气和决心 同学们想想看 你们是否同意 这种感情绪 如果我们把老人此刻的意识 愿景 想象 和老人此刻的处境放在一起 同学们会发现什么呢 咦 我们发现 老人的愿景呢 是闲适的生活 刚好以他现在的处境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那么当然 在这里是要突出老人此刻筋疲力竭了 那么同学们想一想 一个正常的人 在极度疲倦的时候 会不会想放松放松呢 是的 这太正常不过了 这是普通人的心态呀 好了同学们 当鲨鱼再次袭击的时候 我们老人还在做着他的梦吗 还在憧憬着他的报纸 他的床吗 并没有 而是瞬间就变成了猛事 真的猛事 敢于直面 惨淡的人生 敢于正式 淋淋的鲜血呀 所以 老人 是行动上的巨人 而前面我们说 普通人的心态 刚好是为了反衬 神人的力量 超人的力量 这又形成了对比 这又是一组 反衬 我们来看文章的结尾 这是小说的结尾 小说收尾在一个异象 狮子 同学们 你们知道吗 在美国文学作品当中 狮子啊 他是力量的化身 从这个角度 我们来印证刚才的分析 老人在面对着自己的失败的时候 没有以悲壮的心情去看待 而是注入了乐观的因素 注入了强大的力量 这个老人名叫桑蒂亚哥 此刻 这个老人就是一头雄狮 现在让我们以桑蒂亚哥的口吻 第一人称的口吻来体验他的真真誓言 生命宣言 请同学们再次朗读这个句子 同学们 刚才呀 老师说 海明威认为他自己的这部作品最佳 海明威写过很多作品 为什么偏爱 这一部小说 接下来 让我们来走近海明威 了解海明威 请看 海明威 同学们 看到海明威的这些经历之后 你们有什么感想呢 我们发现 海明威的一生 都在经历着冒险 决斗 战斗 他充分体验过出生入死的滋味 所幸 每次都能与死神擦肩而过 这丰富的 特殊的 惊险的阅历 我想 正是他有可能塑造 硬汉形象的 内在根源 而同时呢 海明威的硬汉形象 在某种程度上 也正是他自己的 画身 和写照 海明威 笔下的那些硬汉形象 也随着他的一生 变得更加丰满 更加完美 我们来看 他的早期作品 在印第安人营地中的小男孩 尼克 在密植安北部中的女婆 丽芝 两位主人公默默的承担生命的不幸 后来的作品 没有被斗败的人中的斗牛士 曼努阿埃 五万元中的全尸 杰克 两位主人公不仅能承担不幸 还能以生命为赌注去抗争 在大海明威的得意之作 《老人鱼海》中的桑蒂亚哥 桑蒂亚哥这个形象 具有了一般硬汉的勇敢 倔强和不屈不挠 同时还刷新了人们的认识高度 那就是一个人的能耐 到底能达到什么样的高度 老人与海的较量 已经转化成了人类与自然 人类与命运抗争的颂歌 而老人的失败呢 也转变成了什么呢 精神上的 尊严上的 预言上的胜利 随着老人与海的歌评 面对厄运 面对绝境 永不屈服 永不放弃的硬汉 海明威 桑蒂亚哥 交相辉映 正如肯尼迪总统所说 最大的影响着 美国人的感情和态度 成为了美国人生命中的 一束光 而这一束光 中国也有 让我们温一壶酒 来寻一寻 打不败的 中国硬汉 我相信同学们 在脑海当中 也一定呈现了很多的画面 老师想到了这些人 和大家分享 他们是中国硬汉 同学们 的确有的时候我在想 人世间如果 没有这种硬汉精神 我们拿什么 来对抗失败 迎接劲敌 我们用什么 来战胜病毒 战胜疫情 我们靠什么 来赢得生命的尊严 和精神的胜利呢 此刻 让我们思街千载 在中国文学中 去觅得同样的良方 开启精神力量的大门 请同学们朗读 课后呢 请同学们完成老人与海的全文阅读 好了 你会知道吗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